各位賴桑、Gamber老師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賴桑馬上要為各位做開箱介紹的呢 就是牆尼萊登所駕駛的高機動型薩克 那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就是他帥氣的和惠啦 那有關於牆尼萊登的介紹呢 各位其實可以在網路上面找到很多關於牆尼萊登的故事 那簡單來說呢牆尼萊登他就是在一年戰爭外傳所登場的角色 那他的最大的特色呢就是他的脊椎術呢在集中軍裡面是排行第三 那他分別呢脊椎了185個MS還有呢就是六艘戰艦 那他最大的特色呢就是紅色的塗裝 但是呢他記憶體紅色的塗裝呢跟下野不一樣的是 他呢使用了比較多是暗紅色的塗裝 然後呢以這個高機動型薩克為例呢 他最大的特色除了紅色的塗裝之外呢就是大家現在和惠上面 所看到的這個黃色的這個撞角 那天線呢其實也跟下野的專用薩克呢是不太一樣的 那他在最後一戰的時候呢是下落不明的 所以呢他的故事呢相當的引人入勝 那各位呢有興趣呢就是也可以從很多像是漫畫或者是呢網路上的一些資料呢可以找到很多有關於強尼萊登的這個角色的介紹 那在想看完這角色介紹之後呢相當的喜歡啊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呢就是把故事呢開箱呢再拉回來就是這個高機動型薩克上面 好那我們現在看到這個呢就是他帥氣的和惠 那有別於一般RG版的和惠呢我們可以看到說這邊呢一樣是高機動型薩克的大頭 那這邊呢各位有沒有發現就是他的姿勢呢變成就是有點像是在宇宙中呢就是漂浮著的樣子 跟其他的RG版本不一樣的是其他RG版本都是站著的 那只有高機動型薩克呢目前呢是就是有點像是在宇宙中呢漂浮著準備戰鬥的樣子 好那現在大家看到這個火箭筒呢就是強尼萊登最擅長使用的大口徑的武器 好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他側邊的和惠 好側邊的和惠呢就有他的一些介紹還有骨架等等的 好然後呢這個呢就是短邊的和惠 好這個呢就是另一個側邊的和惠 好有他帥氣的姿勢 還有就要使用呢火箭筒的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個呢就是一樣是短邊的和惠 那現在呢我們就能把盒子打開來看一下裡面的零件呢總共有哪些 好 那打開之後呢各位呢一樣可以看到說他下面的這個盒子 裡面的這個盒子呢第一個這個呢就是HG版本的高機動型薩克的白狼專用機 那他之後呢也會在PP商店呢專屬於RG版本的也會在PP商店的販售 好那這個呢就是我們今天要開箱的高機動型薩克 然後這裡呢就有就是說他在HG呢裡面呢的一些主要的一些機體 好那喜歡就是喜歡的朋友他這邊有就是說可以呢就是把它都收集起來 好那這個呢就裡面就是短邊的和惠 然後呢這裡呢就有一個是RG版本的然後呢跟HG版本的高機動型薩克 好那裡面一樣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看一下他裡面呢的零件呢總共有哪些 他首先呢一樣就是會有這個說明書 然後呢跟各位說一下就是各個圖示呢所代表的意思 好那再來呢就是這次的說明書 好一樣呢會教各位組裝 裡面呢就會教各位呢來組裝 然後呢一樣呢在最後這邊呢會教各位呢交貼呢怎麼樣來貼 這個呢就是說明書 好那這個呢就是這一次的交貼 好也是有很多就是 強尼萊登的專用的貼紙 在這裡 好這個是交貼 那我們首先看到這個呢就是框架A 好框架A呢就有一些眼睛啊等等透明的套件 還有呢各位可以看到深紅色套件呢在這邊 然後呢黑色的 這個是框架A 再來呢是框架B 框架B的話呢就是骨架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呢他這裡呢一樣有握拳的手 然後還有附可動手在這裡 好這個呢就是框架B 再來呢就直接到框架D啦 框架D呢就是全部都是黑色的套件在這邊 這個是框架D 再來呢是框架E 就有點灰色的骨架 那比較明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一些武器 然後呢胸口等等的一些零件呢在這邊 看起來應該是內裝的零件呢在框架E 好再來呢是F1 F1呢就有一些外裝甲的零件 像是他這個腳呢就有附 一般就是夏亞中用薩克的腳 那也有附呢就是高機動型薩克的腳在這裡 好這個是框架F1 再來呢就是框架F2 那框架F2呢很明顯就是這個管子的零件呢全部都在這邊 那各位呢要注意好他的這個編號就是千萬不要裝錯了 這個是框架F2 再來呢是框架H 框架H呢就是武器的零件 我們可以看到說有電熱服 然後火箭炮跟槍在這邊 好 接著呢是兩個一模一樣的就是框架I-1 一模一樣的框架I-1 在這邊 好 在這裡 框架I-1 兩個一模一樣的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I-1在這邊 好 接著呢是框架J 框架J呢我們可以看到說這裡呢就有一些像是 腿部啊等等的套件呢在這邊 是框架J 然後再來呢是框架L 框架L呢這裡呢就是他的這個 黃色的這個 撞針在這邊 然後呢其他呢就是黑色的套件 好 再來呢是K-1 框架K-1 框架K-1呢在這邊 框架K-1呢在這邊 就是像這邊有大腿的零件啊等等的 在這邊 框架K-1 框架K-1 那再來這個呢框架N呢就是 高氣動型薩克呢專用的這個 擅長使用的這個火箭筒 在這邊 這個是框架N 那裡面呢有一包呢這個彈簧呢 是給腿部的那個動力管呢使用 在這裡 好要小心不要弄不見了 好 那以上呢就是這一次呢高氣動型薩克的 外盒開箱 那賴桑接下來呢就來開始進行製作啦 那製作過程呢一樣呢會拍成影片給各位看 好那今天外盒開箱呢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那來賞GameHouse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